大家好,是泰的 今天来带来的是W3L战队巡会赛的比赛 这今天呢,我们是一个WE对阵M1M的一个比赛 然后之前的一个比赛里面呢 我们是打成了一个1比2大比分落后 然后这场呢,是由英飞对阵瓜比 第一张地图是一个MV 其实当时我们是那么想的 MV让地图是对人最有优势的 所以说让英飞来打这个地图呢 其一是为了保证能拿到一个稳定的优势图的一分 其二呢,我们要在这个图上去抓一下对方的一个暗夜什么的 毕竟人家都知道M1M我们肯定是放一个人组 打人组稍微好打的呢 在当年也来说也只有一个暗夜了 所以说这跟剧本不一样啊 这个剧本是因为破到瓜比了 其实最早的话,我们打那个战队联赛的时候 SKY是特别想去打瓜比了 因为天王打瓜比当年那个胜率简直高点离谱 特别按照天王来说,来一个阿尔本塔啊 是吧,男女巫只要召召荒物站在他面前 瓜比就有点慌 家里不立两根塔,绝对是守不住的 其实当年真的人组打兽组的一个阿尔本塔的身体还是蛮高的 不过英飞当年的话 对于用阿尔本塔 并没有那么的熟练 而且MOV这种大地图 用阿尔本塔是有点不科学的 好,这里看一下 英飞前期的一个开局 前期的一个开局的话 他是选择了一个MK手法 因为在09年初的时候MK 然后走石旧那个打法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而且在业余圈里面的话 可以说是非常bug的一招 你想三攻三防的石旧加龙音 你那边用再多的蝙蝠也是扎不完的 所以说这个战术也有他的一个好跟坏吧 坏事又在于前期来说是满难过渡的 他没有大法师那么一个压制力 还有瓜比家里的开局 家里的开局还是一个满山规的 其实当时这个比赛已经打到凌晨去了 打到晚上差不多11点半到12点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都是累得筋疲力尽了 真的从下午观战到晚上去打 你想一月份在成都 然后那个掌管里面又是非常的空旷 真的是非常非常冷 我们一堆人都是属于穿着各种毛大衣 然后打比赛是全部脱完了 然后在一个小房间里面打 也是非常的给力的 好,在这的话回微信同学一个同学 回微信同学的一个留言吧 很多朋友说 哎太太你最近视频怎么没给我们来一个互动呢 其实不是互动 更多的时候是啥 我做W3L战队巡逢山的一个视频的时候 经常会边说边想到当年的那些趣事 所以就忘记了是吧 忘记了来一个微信的一个互动 来自微信同学的那个JOIE同学 他说太太那个我生日的时候去做蛋糕 然后在蛋糕店里面听到老板来机器里面突然传出了这句话 大家好,我是泰特 欢迎大家收看 谁谁谁谁 妈呀 这我的一个台词不是这样的呀 我的台词应该是这样 大家好,我是泰特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啥啥啥啥啥 其实呢,我真的觉得吧 我的一个粉丝是遍布了全国各地 而且他的一个职业面是非常的广的 上到,是吧 医生下到各种蛋糕店里面的一个做蛋糕的一个师傅也好 老板也好,或者是各种学生 我真的觉得,哎呀 这喜欢泰特TV的人越来越多了 我是特别特别开心 你想这年头做个视频不容易 且做且人稀 最关键是啥 每当做视频的时候 看着你们这些同学给我留言也好 或者是在微博微信里面给我说话也好 我这觉得特别特别好玩 特别特别开心的 所以做视频呢 不单是满足了我个人的授予 最关键是能跟大家互动也非常开心的 好,转回比赛 这比赛的话 刚才是英飞练雇佣兵赢地是打了一个野兽卷轴 其实当年吧 给大家说个小话去 英飞他那个ID呢 是后来是吧 加入WE以后改的ID 他当时在利昂的时候是叫small human 然后small human的话 你想 WE是种高大上的一个队伍 允许无聊small human这种 是吧 简称为sm的一个ID 然后于是乎呢 WE的一个老板Zax也是帮英飞起了一个新的ID 所以说英飞这个ID才是这么由来的 最少我叫英飞就这样09年这个时间段的话 我们都叫他小孩是吧 我叫他小真竹 然后Skies叫他小孩 因为那个年代真的是感觉大家都好小啊 只能说这年头 哎呀 我们都老了 是吧 现在来看 回想当年的一些趣事 我觉得还是蛮多的 现在的话 英飞是练到三级以后 开始准备往疯狂的那边守下了 瓜比这一把打的也是现在灵活呀 他不像往常的一些兽族 选择的是一波烧的 而是要选择的一波对练 但英飞的一个 农民也是非常及时的到场了 看见你这里有一个苦工是吧 你有苦工 你说你要干嘛 你除了开矿你还能干嘛 这里的话 瓜比是一个奸身 实际上也是一堆豪宝啊 疾风不加调皮 这一个步兵是应该要捐了 不过因为这边三节目 可以带这个小弟的话 抓过来这一波 应该是能带着点啥 而且现在来看的话 瓜比还是不知道 这边是要抓过来了 这里第一个一个进攻目标的话 我可以选择一个绿皮呀 245 这一个谁砸谁知道 好一个狼头一砸的话 这一个绿皮应该是要交代了 你看这里是195换245 最关是啥 一旦人主在前期 能把兽主的一个兵力限制下来以后的话 他的一个矿是非常的非常的稳健的 但这边的话 矿是慢慢在敲 里面还是比较保险的 先造一个塔 其实在顶级的一个人主 打兽主的一个比赛里面呢 很多时候人主是属于一个小兽 而那个兽主是属于一个大强攻 毕竟这年头啊 一个攻守的一个比赛就这样的 像人主更多的就是一个防守的一个制裁去打的 但是呢 人主在死盖的一个手里 那就不是防守了 他那个拿法就是属于摁着你打 是吧 摁到地上一张爆打 其实像以前打比赛的话 我真的最怕的人 其实不是说其他的一个人主 很怕天王那种 就无脑的 你明知道死盖要怎么打 但是你拿他没办法 这是非常郁闷的一件事 这里话瓜比是两个邦邦堂是成功的 把这个MK的一个男人给限制住了 你说有男的这一个健身 可以烧这个MK多少多少次 这MK的话是准备去商店买一个闲银 不过这边健身手术是更加的快 他应该是脚术更加的快 一个就说是 是吧 独生25年 现在的话这瓜比又是去调戏一下 因为这边 因为这边是准备 看一下这锤子是有锤子 来一砸 哎呀 这里因为是非常聪明 是骗掉了 瓜比的一个疾风步 与其说骗 不如说 瓜比只是想提前开一下 然后来调一下这个MK的 好 前期的一个过渡双方来说的话 因为也是差不多吧 我觉得 这么队连级的话 对人主来说 好歹是有一点优势的 你想 疯狂这里是一个零烧岛 然后是零损失开了一个矿 瓜比这边的话 家里是走起了一个万金牛的一个路线 二发英雄是一个小歪 那还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打法了 这里已经非常去买一个 那个应该是买一个伐木机器人 不过这里是被截杀掉了 这里剑圣打MV让地图的话 它不单是一个移动的一个阴影 它最关键是啥 它可以不不停的找到机会 去把人家的英雄给控制住 现在的话 瓜比也是直接站在这个实验室 你的点就是我的点 不过这一波的话 MK一个锤子一砸 你说你四个打击 连这三个胖子还真的是有点难的 一个冲击波 直接叫这个瓜比做人了 看一下这边 有没有机会好像是能强行练掉啊 打完以后打了一个非常神的一个宝 治疗守卫 有那么残的一个部队 打一个治疗守卫的话 性价比真的是高得飞起了 不过现在这一波 因为它是一个目的达到了 买了个机器人 瓜比这边是非常开心的啊 打了一个治疗守卫 可以慢慢的 再把这个533给无伤练掉 最关键是 像这种残血的一个大戒 回血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这个治疗守卫 好像是以每秒3%的一个血来回血的 像血量越高的一个单位的话 它的一个受益程度会更高的 现在一个等级 瓜比这边坚持是到达了一个4级 其实MK在前期内看到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被动的一个战术的 它前面没有任何一个压制力 除了这家召召塔 是吧 什么都干不了的 瓜比现在的话是狼气开始在转 前线的话 设个东西是有点关键的 无一 其实无一对于MK的一个打法来说 限制力是非常的大的 你想你插在这种路口什么的 你完全能把MK的一个 一举一动给看在一个眼里 然后他要出门 你去抓他 抓着抓着 你会发现MK的一个经济 不知不觉的 就已经损失在TP身上了 哎呦 这一个机器人 你hold住啊 这个机器人要暴露的话 对于人住还是非常非常亏了 你看所有的一个农民 连采金都是上来修他 不过再怎么修的话 有点虚啊 这边坚持 坚持 哎呀还好 这边是一个飞艇 是直接救上去了 从现在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当时我们在后面看着 完了 斯盖家说完了 这一把有点悬呢 第一个发明 一切打爆了以后 对于人住还是非常伤的 然后这边是直接敲起了一个 三本的一个基地 不过现在的话 三本基地在身 但是非常的断木头 而瓜比这边 瓜比这边是 压制林是非常的 非常的有力度的啊 就一家压制林门口 让你出不去的 而且这一个眼睛是 瓜比刚才那个乌一叉的 你说MK的一举一动 全部掌握在兽主的一个眼里了 兽主有小歪有狼奇 你这个MK真的都不敢乱走啊 你看这里是走插道的一个 这么一个 单位就直接损失掉了 其实对于人住来说 心力压力是非常的大的 首先你不知道 对方在干嘛 是吧 外面开矿与否 人住是不知道的 他连侦察的一个能力都没有了 你分兵出去 刚准备走 就被人家给逮到了 这种的话 就感觉是有点那种感觉 你的一举一动 是被对方的一个小窗位看完了 你的所有的想法 都掌握在人家的一个手里 然后人家呢 是可以用各种知识来虐打你的 你看这里飞艇又挂在这 你反正没有对空是吧 MK也是比较老实啊 知道哪都不能去 然后是只能说在塔里面 但是瓜比这里等一个机会 再等着对方来一个失误 然后去抓他的 这没的话 等失误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边等失误边连击 一个治疗所谓 这里加血真的是好爽啊 这样这个MK呢 又是在这慢慢的是吧 MK这个战术就是有点好 他可以老烧皆宜 说在塔里面绝对不出来 你这个不进来 我肯定是不出来的 然后现在收拾的一个部队 练完了一个机后 这个血量是非常的厚的 完了 这个因为那个走位有点远呢 你说在这个里面多好呢 你说你一走出来 面对瓜比这样的一个选手的话 你稍微有点走位失误 就马上被对方给逮到了 这边的话 MK直接买了个血瓶 但是一个血瓶是完全一点用都没有 TP直接一掏 直接这个TP 你刚刚迷运在这个位置了 你要干嘛要首先跑到这种位置呢 现在因为直接是买了个TP 瓜比这边是好像打成强硬冲塔呀 不过你这个强硬冲塔 面对这个一方的塔 而剑塔数量也不少 还是点虚的 MK这里一个锤子一瓦漂亮 打死了个白牛 至少这一波来说的话 一个TP换一个白牛 也是还能接受的 至少咱们不能白亏了 是吧 现在瓜比最后一个资料守卫是插在这儿 其实在前线有这种资料守卫的话 对于占据的一个把控是非常的宽的 你看现在的话 因非又是只能在家里慢慢的等 不过瓜比这种选手 肯定不会给你任何点机会 这里双方一刀换一个锤子 好压在家门口 反正不让你出来就行了 风换的这非常安稳的踩起来了 这里因非的话 旁边是悄悄摸摸的 飞了两个龙鹰过来 不过你这个时候差点失救 有失救的话 在这拆踩地动还是非常的爽的 现在3BG在家 失救也是在量产了 瓜比这边是尽可能的 把因非周边的一个点给练完 其实少主打人主 特别是打MK这种打法的话 有点类似于UD打那种人主 那个Tinker手法的 其实像很多朋友就说 打Tinker手法该怎么去打 打该怎么去打 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强行的Rush 而且这个Rush是要选择一个 二本的一个投资车推进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还是按照常规的打法来打 然后把它周围的一个点全部练完 打到后续以后 是一个高的英雄来打 哎呀这里MK的话又只差到了 你说战连桃 这里瘦鼠刚才一个眼睛 看到了对方的一个走位 你这个时候真的是走位一失误 马上要被人家抓一个TP 这里莫名其妙的 在家门口是用了两个TP了 700块已经这么走掉了 3个49多钱就这么报销了 就对英雄来说的话 经济是非常的伤了 按照现在这种情况的话 你看加700块钱的话 你是有1000多 然后报上这个人口的话 差不多是有80余人口了 是非常的多的 好像英雄的话也开始变聪明的是吧 你正面把我压住了 总不能管住我的一个空军 这边悄悄摸摸的 三个49两个龙鹰 也朝人家家里飞过去 其实瘦鼠现在是非常难搞的 他家里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保护措施 像这种地洞的话 遇上这个49来骑射 两轮就是个地洞 猜着猜着你会发现 瘦鼠家里的一个地洞就没了 好现在这一波空袭的话 还是非常牛逼的 现在对于瓜比来说的话 他的一个部队得回撤 回撤这个时间又是比较久 而且你现在光用蝙蝠去撞的话 有两个龙鹰在这限制着 你也是有点虚的 好这里成功拆掉对方两个地洞 看第三个地洞能不能偷掉 第一个龙骑射 哎算了 这里还是比较求稳的 知道对方这个大部队是回来了 你说有的时候调戏调戏就算了嘛 咱们是打阳攻的 不是打正面的 好二发帕拉丁是走出来的 三本的话是已经完全收好了 其实施救这个打法呢 三本好了以后 第一时间得生一个防的 对于施救龙鹰来说 它是一个高血量 高攻击的一个单位的 所以说你不要完全去追求 追求一个高攻击 活下来的才是有输出 这是很多就是团体游戏 总结下来的一个东西的 现在对于我来说 就是所有的一个游戏 都是有共通的一个点的 像我现在不是打神之后节吗 它是一个团体游戏 像个人游戏的话 很多技巧可以运用到团体游戏上面的 现在给我来说 就是属于打魔兽 更多的就是知道一些道理 你站得住才有一定的一个输出的 现在因为是想练优下角 然后顺势的想开一波矿 但是 乖比这边是嗅觉非常的灵敏 知道你这个周边的唯一能练的点 就是优下角 一个阶线也是先到场了 你这里要广跳是吧 这边 一个帕拉丁是非常的残血 打了一个影子斗篷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是原地一隐身 虽说这里一个往事能看到这个帕拉丁 但还是不敢随便乱动的 麦达米直接过来了 哎呦这一波就说话来说都差不多的 剑身上面是有点红啊 没蓝的没有疾风布 这里几个锤子一砸 这里帕拉丁又是个极限的一个隐身 极限的的话 因为这个操作是非常的亮的 这里飞艇一爆剑身有点虚 这里一口奶奶下来了 MK这样的血量的话也是有点少的 直接开始强杀MK 一个变形加上狼气的王 哎呦 MK是直接倒地身亡 这里剩下一个帕拉丁脚也是有点慌啊 没有隐身的 他刚才就动了一步 完了 大哥走了 二哥也是要赔命了 这一波打完了以后 英飞就有点伤啊 想好的利用高科技的一个兵种 去压对方低科技的一个兵种 但是打完了这一波以后 我感觉英飞怎么 打的是全家老小都没了 反而是 瓜比这边的英雄等级高了一点离谱了 瓜比这边是应该升了一个 五四的一个等级 你说MK这边才三级 然后帕拉丁才一级 这里是完全被压制住了 像我之前说的那样的 你只要打这种编冰的一个战术 你把他周围的一个点给练完了以后 你会发现哪怕他有高等级的一个部队 也是打不过你这个高等级的一个英雄了好吗 好现在的话 瓜比开始乘胜追击 这么一个狼奇看一下这个点 现在你可以看到 瓜比作为一个大师级的一个选手来说的话 是非常注重任何的一个细节的 现在拆了对方外面的一个建筑以后 他有两种判断 一个是强中分框 另外一个就直接打祭坛的 现在我们在祈祷瓜比 不要打祭坛的 当时的史盖家说 如果这个祭坛拔掉的话 英雄英雄出不来 就肯定是打不过了 而且这一波幻兵 对于兽主来说非常赚的 兽主首先两空在手 这么幻兵 兽主是能拿到经验的 而人主幻兵是任何经验都拿不到的 对于这么来换的话 人主肯定是亏得飞起的 这一个祭坛只要爆掉了 又得重新修祭坛 然后重新复活英雄 时间是非常的久的 现在来说的话 人主是有点拖不起了 你看 这打完了一波 瓜比又是成功的换了一波兵 其实有的时候 在双框打双框的时候 特别是在对方英雄没有的时候 你就完全不要去 珍惜每一个兵的一个生命了 法庭就记着 你能杀对方个兵 你就多抓一点经验 你死就死了 因为你现在双框在手 经济跟对方是吃平的 吃平的话 你是随便可以玩的 好 现在这个情况的话 因为又得在家里重新造鸡坛 然后重新开始复活 等你这个复活的话 这黄花菜都有点凉了 这里瓜比一个传统 也是传回去了 像MOS这种大力图的话 可以利用的因素是蛮多的 而像刚 像当时打这种情况 我们当时在后面 因为我们都在小房间里 当时在主舞台打的 小房间里面 我们都是 我们互相的在后面再说 现在这个局该怎么打 是吧 瓜比现在是开启个三框 但因素是不知道的呀 三框在手的一个兽主的话 他三比甚至四比暴蝙蝠 就根本不怕你什么三比 就失旧了 现在三框往地上一丢 最重要的是 现在人主说好的强势器 因为英雄折疾了 他没有办法出来 也没有办法去练疾的 像因素也只能是慢慢的 压下人口 然后生一下这些攻防什么的 这里空有失旧的一个部队 但是他不能去干嘛呀 你要练疾来说的话 你没有经验你只能慢慢的等 但是呢这个野怪还是有点钱的 能打多少都就是多少了 至少肥水不能流外人 与其我打死了 不给自己拿经验 也不能给对方来一点经验 现在瓜比是外面的世界 全部是属于他的 可以看到MK这个打法的话 打成现在的样子 真的是满背又满背又用了 不过呢 有的时候你们也知道的 像天王以前用MK的话 经常会出现那种 前期前中期都是一个崩盘的局势了 然后后期一个三公三亡的一个师救 龙音直接把对方给摁倒在地 像你看瓜比 是非常的注意这种细节的 一个巫医 从中期来说的话 他这个巫医是没有死过的 然后对于这个场面的一个把控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视野 他视野是做得非常非常开的 你看哪里有他的眼睛 这个地图对于瓜比来说的话 人主的一举一动 全部掌握在手里的 他基本上这个地图是全亮的 你可以看到 把这个取合掉了以后 他这里所有的眼睛 都是插到一些关键性的一个路口的 这里因为他一举一动 你看不管他的一个部队跟英雄在哪 瓜比的是完全完全制造的 好 现在的话又是过去调戏一下 告诉你 我就在你身边 一个随着一闸 不过你在这个闸的话 MK是没有蓝的 除非你联绎出两个被动晕 不过这边的话 大部都是过来揭晓小弟了 哎呀 蝙蝠稳着点 优着点 好 现在一个龙音一个防网 还是网的不错的 看能不能杀掉他 这里的话 直接是龙音是成功的杀掉了一个蝙蝠 理论上来说赚了166 160块钱 不过实际上来说的话 对于三矿的瓜比来说 死了就死了无所谓了 而且看这个家里的情况 是一个三臂 开始包蝙蝠的一个情况了 现在英雄的话 只能慢慢的在家里说着 等着我们等最后的一个奇迹 是吧 这连头失旧 就是有翻盘那个东西的 然后外面的一个部队的话 瓜比还在练 可以看到这个地图的话 从开始了 现在英雄就只连了这几个点 一个故隐秘营地 一个311 然后一个疯狂 然后右下角这个怪 你还没练完 就等于说这个地图上 所有的怪都是瓜比的 你想看这个英雄等级的话 简直是不能比的呀 证明小威也是快升到一个5级了 小威要升到5级 然后炼金升到3级的话 那个蝙蝠 绝对是能逆天的 好 那时候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散发一个炼金 给大家解释一下 炼金首先来说的话 他是一个天生 他可以对空的英雄 别看他是一个近战 但他扔起空军来说的话 也是非常的厉害的 然后呢 他的一个栓性毒物炸弹 对于空军来说 是一个建设的一个效果 一旦减了对方的一个 四角龙翼的一个防的话 蝙蝠炸上去 是有一个加成的一个伤害的 因为蝙蝠 他是看物理的一个防御的 这里的话 开始打起来了 各种蝙蝠 身上去炸呀 这里卖打米 卖打是比较凶的 因为这边的英雄四角 站不住 一个吹是一杂 漂亮 这个五级的一个小歪 哎呀帅气 成功是把这个小歪给打死了 当时我们在后面守 nice 这里的话 好像是能打得过来 我就说这年头的一个 四九跟龙翼 是有机会翻盘的 这边炼金的话 血量是非常伤的 刚才这一波打完了以后 五级小歪一死 断了 兽数的一个补给 兽数这边打起来 是非常非常吃力的 不过这一波打完了以后 因为是小赚那点 对于瓜比来说 哎瓜比这个钱有点多呀 1500的钱 简直是土豪 买一个英雄英雄出来 完全是无所谓的 一个传送回去 这里得回去 补一点药膏什么的了 这里小金花一买 然后要 电球 牛逼 你这个真的是钱多 没地方花呀 对于英飞来说的话 看一下疯狂 疯狂还有3000多的一个钱 主矿已经爆掉了 就等于说英飞现在是一个 一矿打两矿的一个局面 瓜比现在的一个主矿也是爆掉了 一矿打两矿的话 对于人主来说 他是没有办法去支撑 那一个十九加龙鹰的一个组合了呀 十九加龙鹰是非常非常吃钱的一个战术的 而瓜比这边的话 是有快六级的阶身 正面来说的话 利用阶身加 炼金加小Y这三个组合 也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阴霸了 这里麦大饼直接上去一撞 再来个麦大饼 哎呦 十九爆完了 这边炼金是成功升到一个四级了 这里六五四的一个英雄啊 这个等级非常的高 看一下这边MK能不能蹭得住 MK这边的话 全是非常的低 哎呦 一个几分不易打 这边MK死完以后 英飞是直接打出了一个机器 现在这把来说的话 我觉得瓜比真的是不愧为一个大师 因为他的各种一举一动 全部被瓜比的一个眼睛给震撒到了 而瓜比每次处理 英飞的进攻也好 烧的也好 都是非常非常到位的 这把可以说是一切竟然控制了呀 这里瓜比是从头到尾是压的 英飞是气也传不过来 这把打完了以后 当时英飞就说 妈呀 这瓜比怎么打得那么大的一个压迫 后感呢 就没办法 09年初的瓜比确实是如日中天 这一把也是打得非常的漂亮的 反观来说 对于我们来说是种打击 你想一比一比二落后的情况下 在MV这种人主优势图 我们又是首先丢到了一分 在后面那个比赛里面的话 打起来也是非常的吃力的 好 这场比赛的话 输掉了以后 因为是选择了一个LT来阻断一个兽主 毕竟LT真正人主的一个主场 就不信了是吧 第一把输了 第二把打不回来的 因为当时我们是在给英飞鼓劲了 因为这一把还要输了的话 我们就成功的要输给MVM了 输了以后要掉下去打SK跟Fanatic的一个胜者 也是非常的难搞的 好 这场比赛呢 也会同学们记得到这 希望同学们喜欢 在结果的同时呢 希望同学们多多支持我的一个淘宝店 我现在的一个外设店呢 跟服装店都是搬家到牛铺了 然后零食店呢 也是在各种卖好吃的一个东西 同学们可以来多多的关注一起 希望大家来支持一下我的一个淘宝店了 好 我们这期视频到这了 下期视频再见 同学们拜拜